質疑司法雙標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不滿 明明公積金制度是高鴻安辦公室主任 從還是立委的李俊義那邊帶過來 卻只辦高鴻安 眼看高鴻安涉探案7月24號911審宣判 黨主席邦申員不過自己也憑被點名 在鄭文燦案後要特別小心 大嗆損害司法公信力 尤其總賴清德日前才說 如果各政黨不接受釋憲結果 青鳥會再飛出來也引來質疑 難道是在下指導旗 我們聽起來就覺得 這很像在恐嚇在野黨 所以說這是一個12加N 跟3的這個比賽 這才是真的不對勁戰爭 柯主席能夠了解民意之外 也不要想要隨意的來蹭青鳥 柯文哲力撇小藍標籤 多項爭議人和綠營成對立局面 T月先生 我讓佩佩台參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